我們要開始教的是月球跟月向盈虧 第一個是講月球的概數 現在這裡面幾乎是沒有教了 不太重要了 考試不太會考了 不過我們還是把它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月球是地球的衛星 它會繞著地球攻轉 繞著地球轉 同時也繞著太陽轉 所以它一邊要繞地球 一邊也繞太陽 月球怎麼來的?不知道 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有人認為它是跟地球同個時間形成的 有人認為呢 它是有個星星跑過去被地球抓到 然後就變成我們的衛星變成我們的月球 還有一個說法是 它是被一個星扎到地球上噴出一塊 然後噴出來的東西形成月球 現在比較相信的說法是撞擊說 現在比較相信的說法是 有一個星撞到地球然後噴出來 然後構成月球的 那還有一些神奇的網路上的說法 叫做 月球是中空的 然後呢 是外星人用來監視地球的太空船 這個說法有的地方是有原因的 以後再說 但是這個說法也太神奇了 但是我們就不管 基本上就月球哪來的 我們不清楚 月球呢 人類登陸月球之後 美國從月球 搬來那些酒桃石頭回來 那這個月球的岩石就列在我們的岩石圈的研究範圍之內 就我們提過 那麼月球大概差不多 也是45億年跟地球差不多 它表面上受到很多的隕石的撞擊 它沒有大氣可以保護它 所以直接撞下來 所以表面很多的坑洞坑坑巴巴的 所以我們會形容有人臉上很多的坑洞坑巴叫做月球表面 叫做月球表面 那麼 因為就是以前會考 現在應該不太會考 就是你看到月球的時候有亮亮的跟暗暗的部分 那個亮亮的白白的部分呢 叫做高地 它比較崎嶇不平 它是白色的長石構成 所以它反光比較強烈 所以它看起來會比較亮 而它年紀比較老 所以坑洞會比較多 撞得比較多 所以叫做第一個是看起來白白亮亮的部分 就是高地 是由白色的長石所構成 年紀比較老 坑洞比較多 地勢比較崎嶇 另外一個叫做比較平坦的部分叫做海 稱為海 所以它平坦 它沒有水 它是隕石撞下來 鹽漿噴出來 鋪平 所以第一個它地勢比較平 所以叫做海 第二個它是以前撞下來噴出來鋪平的 所以它年紀比較輕 年紀比較小 所以撞擊的比較少 所以坑洞會比較少 那麼因為它是玄武岩 所以顏色會比較深 所以看起來黑黑暗暗的 比較暗的部分就是所謂的海 所以有一個白白的高地 有一個顏色深的海 海比較平坦 年紀比較輕 高地比較崎嶇 年紀比較老 就是這樣子 好 那麼因為這個暗暗的部分呢 所以就有一些神話故事啊 玉兔倒藥啊 無鋼法櫃啊 就是這個 影子 中間黑黑的 說看起來像個兔子 所以玉兔倒藥 什麼無鋼法櫃這邊的影子來的 這個是 月球的影像 正面的 朝我們這邊的影像 OK 就是海 高地 這以前會考 但現在 應該不會 不太會考 但是還是跟你講一下 月球呢 現在是 它沒有上地球 是一個板塊的活動 所以我們說 它是一個死極的星球 不同的科學家說 它死極的原因不一樣 沒有聲音 什麼都沒有 物理學家是因為它沒有空氣 不可以傳聲 所以沒有聲音 所以死極 生物學家說 雖然沒有生物 所以死極 地科說 它上面沒有什麼活動 它沒有板塊 那麼也只有物理風化 沒有化學風化 沒有太多活動 所以它死極 它很少什麼地質活動 是一個死極的星球 好 這是圖維正老師 做了一個動畫 來跟你講 那個就看過就算了 那其中有一小段 是你要背的事情 是後面要講的 其他的都沒有關係 好 46月1年前 一個藍色巨星 誕生 以我們可愛的地球 唯一有生命的地方 大家差不多知道 有一個領巨 起源未定 目前比較相信的是 碰撞撞擊說 把魚獵手 排出這些樹枝都不用背 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要知道自己 現在要排大 然後一個叫黃大 然後呢 黃白有五部的假獎 這件事要知道 這個比較大用 月球到地球叫做白道 地球到太陽叫黃道 黃白有五部的假獎 變聰明要用 你要知道 這個應該唸過對不對 已經唸過了 明月幾十六 罰酒問今天 不是天上風雀 今世之恩 好 明據 明天有非法理由 月有殷勤圓圈 此次 男犬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產圈 殘圈就是月亮 就是月亮 OK 可是 史上坡寫的名詩 我第一次看到水調歌頭的時候 我第一次看完他 我以為他是寫給他女朋友的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產圈 換他寫他老弟的 真是誤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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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這個後面只有中間那個白道 黃道 跟五度是我們要用的 現在你就看看 欣賞一下就好 這個月球的概數 能夠要記一下高地 記一下海 什麼岩 長石構成 玄武岩構成 看看就可以了 現在考的機會很少 OK